中国反驳G7对其人权批评 中国无限期暂停与澳洲经济对话 耐克阿迪拒绝新疆棉遭抵制销量骤减 辉瑞和生物科技向东京奥运会捐赠疫苗 黄之锋等四人因六四集会被判监禁 大家好 今天言归正传大新闻将为您带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 中国反驳七国集团对其人权和经济的批评 中国5月6日驳回了七国集团外长对中国人权和经济记录的批评 并指责他们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还对G7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表示反对 G7外长一天前在伦敦会晤后发表联合公报 对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深表关切 他们还谴责了中国任意 胁迫性的经济政策和行为 外长们还表示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 且强烈反对任何可能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 北京方面一直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近期还在频频对台施压 并频繁在台湾周围活动 中国6日对G7的公报表示强烈谴责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七国集团外长会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 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 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破坏 违背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时代潮流 涉疆 涉藏和涉港问题均为中国的内部事务 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广受关注 一些国际人权组织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禁营中 关押了至少100万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 他们在营中遭受了酷刑 强迫劳动 强迫绝育 强迫堕胎 强奸 性虐待 以及政治灌输等侵犯人权行为 此外 据美联社报道 拜登政府希望组建一个联盟 以应对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自信 但一些欧洲国家政府 在处理这个重要出口市场的问题上更为谨慎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中澳对峙再升级 中国无限期暂停两国战略经济对话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5月6日称 基于澳洲政府目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 自季日起 无限期暂停发改委 与澳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自澳大利亚去年呼吁追查新冠病毒源头 以及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 参与建设澳洲5G网络之后 中澳关系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去年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及牛肉等产品 进口实施制裁 在中国发改委4日的声明中 北京指澳大利亚抱有冷战思维 声明指近期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某些人士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 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 基于澳联邦政府当前对中澳合作所持态度 国家发改委决定 自继日期 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 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 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特汉回忆称 中国的决定令人失望 但他表示 堪培拉方面仍然欢迎对话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两国为重点 加强贸易合作而设立的一系列双边对话机制 这个机制下最早的对话开始于2014年 最近的一次则是在2017年 堪培拉此前曾形容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是澳大利亚与中国重要的双边经济接触平台之一 中国过去曾经非正式地停止两国之间的部长及联络 中澳两国近年发生一连串事情令关系变差 澳洲多次批评 北京政府处理香港示威浪潮 新疆人权议题的手法 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引起中方不满 而另一方面澳洲就指控中国尝试透过代理人向不同政党做政治捐款 企图干预澳洲内政一些指控被中方否认 中国发改委在六日的举措似乎是两国近期一系列以来我往的反制措施的延续 至目前为止 中国总体上仍是通过贸易措施来表达其不满 其影响波及澳大利亚的十几项核心产业 包括葡萄酒、大麦和煤矿等等 根据澳洲外交贸易部数据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2019年占澳大利亚全球贸易的29%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数据库显示 2020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大幅下跌61% 是六年来的新低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耐克阿迪因拒绝使用新疆棉花遭抵制 中国销量骤减 国际知名体育用品公司耐克和阿迪达斯 4月在中国网购平台的销量骤减 此前 这两家公司因公开表示 不再使用新疆棉花而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 根据美国投资研究和基金评级权威机构 晨星公司的分析 中国最大网购平台天猫的阿迪达斯品牌 4月同比暴跌78% 耐克骤降59% 服饰品牌优衣库跌幅超过20% 天猫网站被认为是众多品牌商品 在中国销售的最大渠道 也是商品销量好坏的主要情欲表 仅该网站的销量就在体育用品品牌公司 全中国收入的10%以上 中国消费者的抵制 凸显出外国品牌商品 在重要的市场中国面临的尴尬处境 耐克 阿迪达斯等外国品牌公司 因中国当局 在新疆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广泛增压行动 加入了呼吁不使用新疆棉花的行列 中国是国际知名品牌销售的巨大和重要市场 总部在美国的耐克公司 2020年5月31结束的财年里 近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大中华地区 在抵制外国品牌的同时 中国消费者转向购买坚决支持 使用新疆棉花的中国国内知名品牌 李宁和安塔产品 在一波抵制外国货 支持国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 李宁品牌商品4月份在天猫上的销售 猛增了800%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 辉瑞和生物科技将向东京奥运会运动员捐赠疫苗 美国辉瑞和德国生物科技5月6日表示 他们将向参加东京奥运会和采奥会的运动员 和代表团成员捐赠新冠病毒疫苗 辉瑞和生物科技联合研制的mRNA疫苗 已经在美国欧洲等国家广泛使用 接种疫苗的人数达数千万 该疫苗需接种两次 最佳间隔时间为21天 有限率被认为超过95% 辉瑞和生物科技说 将在5月底之前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第一剂疫苗 确保他们在抵达东京之前能接种完第二剂 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3日举行 辉瑞和生物科技说 他们提供的疫苗不会影响此前根据 与世界各国达成供应协议所提供的疫苗数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 疫苗的捐赠是帮助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所有参赛人员安全措施中的一项 另一方面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目前向东京 京都 大阪 冰库等四个都府县发布的新冠紧急事态宣言的期限延长至5月31日 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三次新冠紧急事态宣言 从4月25日开始实施 到5月11日结束 但是日本的疫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5月2日的新增感染人数5900人 其中东京879人 大阪1057人 冰库539人 累计超过60万人 原定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 因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 被迫推迟到2021年7月举行 但是东京等大都市感染人数未能明显下降或控制 让人们再次担心 7月23日的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行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 黄之锋等四人因参加六四纪念集会被判监禁 香港一家地方法庭裁定 黄之锋等人2020年参加非法集会的罪名成立 这次集会是为了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大屠杀 同黄之锋同时被判刑的还包括三名香港区议会议员 陈奥辉 袁家卫和梁凯晴 分别被判处四到六个月的监禁 上述三位区议会议员因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目前已处在拘押状态下 此前他们取跑候审的申请已被法庭驳回 香港当地媒体称 黄之锋等四名被告上周五已承认 2020年6月4日 在维都利亚公园无合法权限或辩解下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季节 去年香港警方首次以防疫为由 拒绝了香港每年一度已有30年历史的六四悼念集会 尽管如此 仍有大约2万人在维都利亚公园举行了悼念集会 香港电台报道称 法官表示 鉴于人数众多 这次集会存在着发生暴力冲突的潜在风险 因此有必要对参与者进行刑罚 以请校友 香港检方总共对参与六四悼念会中的 24名积极分子 以非法集结罪名提起诉讼 依照香港法律 参与未经批准的集会 最高可判五年监禁 黄之锋等四人被宣判后 其他20名被告将在6月11日出庭 被视为香港民主运动代表性人物之一的黄之锋 因数次参与2019年的抗议活动 目前正在服刑 按照原定刑期 他本可以在今年11月获释 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很多人认为 所谓的一国良知 已经变成了一国一制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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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